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秋爽寵物插畫事務所的秋爽來到我們的人物轉訪 歡迎秋爽你好 你好 那想請秋爽跟我們分享一下當初創業的起興動念是來自於哪邊呢? 因為我是讀插畫設計相關的 然後那時候就是離開前一份工作是有關兒童服務相關的兒少弱勢相關的機構 然後就想說是不是可以用我原本自己本質學人所學的這種插畫的專業 然後來闖闖看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第一個切入點是希望說我先畫一些可愛的動物的細緻插畫 然後把它做成貼紙或是做成明信片 然後去市集販售看看 然後也開始我創業的第一步 是 那因為其實秋爽其實前期有提到 其實本身就是有在 應該說 在於插畫這個部分本來在學習上就有去做著手 那想必在過程中一定是有遇到一些挫折 可以稍微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個部分嗎? 我覺得最大的困難跟錯的應該是我其實不是本科系的 我是高值是就讀屬於軟體應用相關的學系 然後是覺得說真的讀不下去不太喜歡碰電腦這樣子 就覺得這些不管是會計 什麼都比較複雜 那些商業相關的東西就比較複雜 所以才決定要繼續追尋 我想 因為我小時候就很喜歡畫畫 所以我才大學的時候就讀了 設計相關的科系這樣子 可是因為進去之後發現原來大家 能力落差非常大 因為有些本科系的 非常會畫畫 然後 樹苗畫得非常好 我等於是從頭開始學習 所以我等於要多付比別人多1倍到1.5倍的 時間跟精神 再加上其實我們那時候是 夜校 所以我們都是辦公辦讀 全班都是辦公辦讀的情況下 我們如果今天早上8點上班 然後6點下班之後 一定要準時下班 還不能拖到 然後我們吃個飯7點 梳洗一下 7點 上課7點半上課 或是8點上課 然後上到10點 10點上完之後 我們要有我們的 我們的功課量跟日間不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老師也不管 你們要自己想辦法 所以我們10點之後 就約到24小時的咖啡廳 跟同學結合一起打氣那種 就是小組 然後就一起 每天畫到4點 連續在 大三到大四最明顯 因為那時候畢業製作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 幾乎 每天都到4點 的工作期 那為期兩年 訓練 在這過程中一定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可以請秋長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其實像是說你在這邊的插畫其實也是都是有非常個人的一個特色的 那可以跟我們分享你們現在主要主打的系列是有哪一些呢 目前呢 因為我是從事寵物插畫 所以我們有協助 客人 然後來畫他們家的寵物 那就會有 這一個 上面的方案 那這方案裡面的會有 7種 就是 你可以選擇 把你家的寵物 畫成 車車的 車的意思是說你可以指定的車款 有人可能是福斯 有人可能是GoGo Road 都可以 那就是在跟他 討論的過程當中 然後讓他可以創作出 屬於他們專屬的寵物插畫 然後呢 畫完之後我們都會去做一個 那個 無礦化的加號處理 然後呢 送他一幅畫這樣子 然後呢 最多人選擇的就是 太空系列吧 原因是因為其實很多的寵物客人 他其實是要紀念他的毛小孩 所以呢 我們幫他把毛小孩畫上太空 原因是因為他去太空旅行了 然後呢 讓他做一個紀念 所以呢 我接到非常多委託 其實都是 剛過世的寵物 或是 朋友的狗狗過世 然後呢 想要安慰他 然後來送的 送禮物的一個過程這樣子 對 然後無形之中就是 累積了很多 那個 客群就是都是為了要 做紀念 聖誕節也有 然後呢 生日也有 然後或者是 對寵物的一些思念的一些插畫設計都有 甚至是 再大一點的話就是 如果 寵物三萬業者都會請我去委託畫 繪製插畫 那使用在 例如包裝本身 或是禮盒 中秋月筆 或是咖啡廳店內的大型牆面的插畫 寵物美容大型牆面插畫等等的 甚至是他們網路使用的圖片 這些都是 可以去做繪製的 然後 這些就是我們客製的部分的一個服務 是 只是目前 我說截至目前 所有的客製案都大概要等三個月 因為都還沒畫完 因為目前的部分是才在趕新年 新年是 一回事 又是一回事 可是 只有我在畫 只有我能畫 沒有什麼秋爽二號 秋爽三號小幫手 沒有 全部由我去做創作的情況下 目前的客人都願意等我 都說沒關係明年再說 所以呢 累積起來的量 大概 也有 目前因為我慢慢消化了 就二三十件 然後就慢慢消化當中 所以呢 都說要等待就是 可以提前去規劃 然後呢 去跟我討論 這樣子 是 那因為其實 你們的特色目前來說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你的品牌名稱是叫 秋爽寵物 所以等於說你目前是以寵物為主題 對沒錯 那特別是這個新年的這個部分的檔期 其實 你可以稍微跟我們分享一下這邊細節的部分嗎 好 那 第二個部分就是 寵物春年的部分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因為 每年都會有不同的客戶需求說 可不可以把我家的狗狗化成 連結商品這樣子 所以我們創作寵物生肖春聯 的用意就是希望能夠 有寵物 結合當年的生肖 然後去做創作 原因是因為現在大家都喜歡貼的是 自己的狗狗不是所謂的門神了 那我們這個系列的部分會有幾種版本就是會有這種常規的長型的春聯 那是30x50的門神版本的春聯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有這種方形的這種大春聯這種方形的設計 因為有些 考量到現在很多是公寓 他們沒有所謂的大門甚至沒有辦法貼到兩張這麼大的 所以很多人喜歡貼精緻小巧的 那一樣都會有對應相關的寵物 目前為止 秋爽化完的寵物 春聯在今年龍年的部分 是 龍含 包含龍跟貓跟狗狗 龍跟貓跟狗狗 這樣目前加起來49種款式 是 都有這些版本的春聯 甚至還有紅包 對 紅包我們也可以 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 是 有其他非常多可愛的小走遍 對 想請秋爽跟我們分享 那之前有沒有像是什麼顧客肯定的例子 那也是支持你們前進的動力呢 我們 有那個請我們 繪製那個寵物相關食品的logo的業者 他說因為這個logo太可愛 然後就 他們的 品牌就很容易被寄住 然後購買力也 有上升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品牌這種東西就是你要好寄 然後要直接 然後直觀 他們很多委託是 我們家有兩隻狗狗 然後希望可以變成什麼裝扮 然後來 做這樣的logo這樣子 然後我會幫他再討論過程幫他完成 然後 logo是一個 肯定的部分 然後第2部分是寵物殯葬業 跟我合作 然後他們 偷他們 然後呢委託我們這種 客製插話 然後無形之中幫他們跟業者 跟客人連結在一起 讓他們 的品牌形象更緊密 就是 天啊你們服務也太貼心了吧 竟然還可以有 這麼細緻 的寵物插話的一個 的服務這樣子 然後可以安慰 已經 去 毛星球的小孩的 一個家長的 心 的心情這樣子 對對 大概是這樣子 那可以請邱爽跟我們分享 那如果說對於公司整體的短中長期規劃是什麼呢 短期近期就是 因為 我們寵物春聯龍年的部分的效期是 大概是三個月左右而已 所以呢 我們在 11月開始就緊挪密鼓去做 春聯的相關的行銷 包括是 IG本身下廣告啊 然後呢我們去跟從業者的合作 然後呢還有就是市集 大量的去做曝光跟販售 然後呢接下來我們在1月26到27 我們有在台北的那個 增豔館就是花博那邊有去接觸一個寵物的大型的一個展覽 然後會有4 4天的26 1月26到2月29 在那邊有去做一個展覽這樣子 一樣是販售 年節的寵物生肖的春聯 紅包等相關商品 那這是我目前短期要完成到 過完年後這樣子的一個 春聯任務 我就把它設定成是春聯任務 那 中期的部分呢 就是在 4月到9月這段過程我們 會參加更多寵物大型相關的一些 展覽 或是一些合作活動這樣子 然後同時在我們自己本身的賣場上面也會推出更多 新的我重劃 新的一些 主題性的 插畫商品 我下一期是希望說可以做新作系列 就是寵物結合新作的一個設計 大家應該這個市場性回飾還不錯 這是我的中期 就是年後的中期規劃 那再來遠一點的規劃 就是希望更多人能夠認識秋爽啦 這就是 我希望我可以 讓大家 做更多的創作 讓大家可以 在 身 身心靈都能夠感到有趣快樂安慰這樣子 對 這是我的 中長遠的一個計劃 是 因為其實說真的 可以看得出來秋爽 他在經營這個地方是 非常用心的 因為可能每年會依照說 有不一樣的想法 不一樣的啟發 然後有不一樣的制圖 給就是不一樣的客人 那我想特別請秋爽跟我們分享 假如說今天是一個年輕人 那他想從事這個領域 又或者是說他想要創業的話 那你有什麼建議想給他們呢 嗯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必須要先想 想清楚自己到底能夠 自己本身 到底想可以產出什麼樣的產品 這產品本身代表 可能是例如蛋糕師傅 他 如何把這個東西做好 然後 我是插畫家 我如何把這幅畫畫好 那這個產品 推出去之後 他就是你的 代表你公司 你個人的一個 品牌的一個 第一眼 那這個第一眼跟 客人接觸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 會是你的基地印象 所以這第一個出發點 很重要 那希望大家 可以思考 慎思熟慮去了解說你這個東西 有沒有 去蒐集點資料 看有沒有相關的行業有做過 或是 有相關的經驗可以去 有得到蛛絲馬跡去了解 再來就是不要想太多 就是試試看 你都覺得不錯 然後也了解過 調查過之後 你就不要再想了 你就 跨出去 真正把你的產品 去跟市場 碰撞 接觸 你才會真正知道說 消費者 到底 想要什麼 你的客人 你的粉絲 到底喜歡你哪一點 然後五行之中去調整 去修正 即使跌到了 那就是去修正 那 就是 我覺得沒有晚 有些人說 50歲 可不可以創業 50歲這樣出去會太晚 沒有晚 我覺得是你願意 跨出你自己那個舒適圈 願意去執行 這件事情才是真正的 有 對自己有一個轉變 是 所以其實秋床給年輕人建議是說 基本上你要知道說自己想要做的是什麼 當然 當自己想做 其實你可以去看看市面上有沒有說 欸市場上有類似的不管是產品或者是模式也好 對 那你就先去了解 那你就說了解 過後你就知道說自己的定位點大概在哪邊 對然後有了之後最重要的也就是行動力 對行動力去試試看 你先 當然可能剛出了跟你想的可能不太一樣 試著就知道 會不會有幸運有幸就是剛好跟你想像一模一樣 那就太好了 這代表你剛 你本身的邏輯思考跟你的 切入點還有商品的那個 市場性很精準 是 那這樣子 恭喜你真的很適合當老闆 可是有些人就是比較庸才 那沒有關係我們撞撞看跌跌撞撞 然後去感受一下 可是呢 我是覺得 不要一開始 就先去借貸 大錢 然後去投入一筆資金 然後呢 甚至不要覺得有意非充天 就是那種 我好像投入這30萬 就能夠 發達到多少 我投入這30萬就可以請人 然後去幫我做什麼 我很多身邊的朋友他創業的角度都歪掉 原因是因為他是覺得說 我自己當老闆 我就可以請人協助 可是其實現在人事成本是最高的一個成本 所以 我反而會跟奉勸說的創業者說 你要想的不是說別人可以協助你做什麼 而是你要想的是你自己倒能夠做到多少東西 你自己都能夠做到 一人公司 你自己全部都可以做到 包括剛開始的產品開發 然後呢 到中間的行銷 到那個後端的包裝製成 你自己能夠做到全部 再去 擴張 沒錯 不然你剛開始的成本太高 很容易這段時間 剛如果商品定位不精準的話 就夭折了 對 就沒了 所以你反而應該是說你先去做看看 不要可能說一開始就想要做到最好 然後所有的資金全部砸下去了 然後如果走錯路了就慘了 沒錯 這真的是最危機的時刻 那不如就是先去試探市場 看你這樣的產品是不是符合市場上的定位 那我們就是一步一腳印慢慢來 慢慢來 很多失敗經濟是 我先借了30萬 然後投進去就發現 寫本無歸 寫本無歸 然後呢 重點是他也不是自己執行者 然後甚至 甚至遇到很多 詐騙 詐騙 對 就是因為他覺得 這個投資好像很輕鬆 然後就下去了 就能夠利了 這都是詐騙 近期非常的多 你沒有自己一步一腳印 你的產業不是你自己 從零到有生成的 那都很 危險 隨時有可能會被 斷源 甚至是 一些 失利 然後 那些失利的朋友 我很多 那些失利朋友 他們就只能回到原本他們自己的一些傳產 然後甚至可能就是跑個uber之類的 就是為了還債 就開始變成還債人生 原本是創業人生 變還債人生 很可惜 是 沒有想清楚 是 真的都要評估 清楚再去創業 才不會說你一開始的一些初心啊反正沒有達成反正是 邪本無貴 邪本無貴還要負債雷 還要負債雷 是 所以就是就是說 今天秋爽他其實今天自己在經營這件事情 是他自己所熱愛的 所喜歡的 那就是透過市場說 他的定位點是 是否小孩還是給大人呢 那可能說 可能說慢慢的一步去 慢慢的去調整 然後才可以說今天撐了那麼久有了8年的 這樣子的經歷 慢慢的說 給大家有更好的更多的見解 那我們今天的部分就非常高興邀請到邱爽 來到我們的人物專訪 我們就謝謝邱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